就很奇怪啊兄弟们 今天我刚出来站岗 我前面呢就来了两个小黑蛋 往那一站就跟两个木头庄子一样 啥也不说 最关键的是 我去哪儿他们就跟我到哪儿 手里炸都不走的那种 我真的是无语了 诶 等等 难道我真实的身份也是富二旦 其实我是蛋蛋岛首富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现在他发现了真相 就害怕我不愿意让他当爹 所以呢不敢直接来见我 但又担心我遭遇到危险 所以就悄悄地拍起来两个哑巴高手 来保护我的安全 嗯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啊 哈哈 浪哥我飞黄腾达的日子要到了 兄弟们 就浪哥我猜的正确的扣一 不正确的扣二 扣一的回头都跟着浪哥我 吃香的喝辣的哦 哎呦 你怎么回事 没忘了咱们的人哦 对不起大哥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家伙真得太能复扯了 哈哈哈哈 哎 当然了 哼哼 小样还想看住我 我一招语言攻击就把他来甩开了 不过兄弟们 事出反常必有妖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有人呢却不想让我们把大队参和 你们觉得呢 对对对 走走 咱们先去四处打听一下 喂 听说了吗 距离弹载岛不远处的一个村庄 出现了大量丧尸 而且这些丧尸的目标很明确 好像都是村庄中心的水晶塔 这个我知道 据说是僵尸博士搞的鬼 目的就是为了拿到水晶塔里的能量核心 好方便他的研究 我当时还去轻角丧尸了呢 但奈何丧尸数量太多 不得已撤了出来 哦 家伙 我就说嘛 那些小黑蛋肯定也是僵尸博士找来的帮手 就为了防止我们绑大队破坏他的计划 嗯 那这么说的话 现在小队长和秀那边肯定也被人盯住了 没差 还有你们 哎 有了 喂 兄弟 你敢不敢再去一趟那个村庄 必须的 我可是隽儿八经的勇士蛋 好 咱们一起去 干掉那些烦人的丧尸去 算我一个 算我一个 浪哥 我还是你的粉丝呢 好好好 走 咱们现在就出发 就这个水晶了吧 浪哥小心 丧尸们全都围过来了 别着急 咱们一人守一个方向 一定不让他们靠近水晶 嘿 这个丧尸 好像比别的更厉害一些 就像需要两件才能干掉 浪哥 那是旋风丧尸 也就比普通丧尸 移动速度更快一点 血更厚一些 还不算是最厉害的 哦 还有更厉害的丧尸 过来 小心烂哥 这是电流丧尸 它的血更厚 而且还会发射可怕的电流 哦 好家伙 都加把这儿兄弟们 后面的基本都是精英丧尸了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 公布我们的防御啊 好 好家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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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 呼嘻 这玩意儿有什么鬼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丧尸 他该不会就是这群丧尸里面 最大的boss了吧 哦 加油兄弟们 谈他 nice 不负重啊 咱们成功干掉这里的全部丧尸了 让哥 我好像看见僵尸博士了 真的吗 快快快 快追 别让他跟我跑了 我好像看完 那xa 优优独播 再见